反正就是第一类是基本知识UI跟语法 第二类是跟资料有点关系的 Seqlite跟一些暂存资料 然后等等的 反正就是资料储存部分 第三个是基础的服务应用 那里面就是有关什么多媒体电话绘图 甚至跟Google Map有点关系的 那这个地方它总共会给你两个小时 那这边总共有30题 一类有10题 从10题里面抽一题就对了 总共有3题 要你在两个小时内 在没有参考的情况下 它没有办法让你连上网路 没有办法Ctrl C Ctrl V 你要从头到尾把它做完 两个小时内要做3题 两个小时 OK 要做3个APP出来 那这个3个APP大概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比如说像105题 电费计算机 要有个下拉清单 Spinner 然后填3个 就是Edit Taser 加一个Button 然后公式的部分就是类似像这边 它有一些相关说明 要怎么做怎么做 做出来长怎么样 还要做多国语系 这是最简单的一题 第一类的题目 然后再来后面还有点餐系统等等的 这个是第一类的部分 或者是说什么第104好了 104这边也这一题也不错啦 就是计算BMI的 BMI大概就是什么 身高的平方 什么处理多少 反正就还有公式 那还有分男生女生 然后呢 填入身高填入体重按计算 要把BMI值给显示出来 但是显示的话呢 它这个还没那么简单 它要跳另外一个page 就是不是在原来的layout 它要另外一个页面 所以这里还会用到intent 跟bundle 还有activity 所以是第9章第10章 后面的东西啦 所以也许如果我们前后课程 上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再练习看看 当然初步 也许证照考试 你可以把它当个范例啦 也许你如果说不要跳页的话 其实你可以计算 按计算 自动把它显示在下方也可以 底下也可以放一个testview 那至于规则 反正你还会看一下 这个我想 那主要需要用到的就是 这个单选 有没有 radio button 是男生还是女生 OK 然后其他类似像这些啦 反正总共会有30道题 那因为我也不知道印什么 所以我就请大家帮忙 印这个 印这个正照题目 给各位参考一下 OK 那再来我们把那个刚刚的部分 把它讲完好了 那里面不外乎就123法则 把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那我如果希望呢 可以看到就是modi button 我当然将来可以按下1 它显示1的话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 程式在这个地方 按下1可以填上去 我刚好按了一个除错 这边设中断点 其实你会发现 Android Studio也可以设中断点 也可以除错啦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 你点它一个中断模式 只要执行过程当中 它会帮你停在这个地方 去看一下一些细节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当它按下1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显示 在后面的话 第一个我需要先把这个 TestView里面的东西先抓回来 所以怎么抓回来 就是TSD Show 前面有讲过吗 GetTest把它抓回来 那必须再把它totrim 转成自串 丢给前面的这个变数 S先存放 OK先放在这里 那再来就是用SetTest 先Get回来 对不对 那Set的话就是把它设定回去 设定回去的话呢 就是把原来这个S 再串一个1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很简单吧 那其他的部分 当然呢 如果你要 也可以做那个共用事件 不过好像共用事件 没有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样的 那你可以先做一个B00好了 后面的话应该前面讲过 就是点这个东西 写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点什么 点SetTest 结果它会变成全形的 OK 点一下 它会自动跳出那个Set All嘛 OnClickList 然后呢 那当被Click的时候呢 你要建一个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 在Button 上面建一个什么呢 OnClickList 然后一个大瓜糊给它 移到中间 不用 不用 就直接移到这个 有红色的地方 ALT加Enter 它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实做这个方法 要 好 那就把OnClick实做出来 那这里面要放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放这两行程式啦 这两行程式就是把这个里面加上 先抓回来之后再补个零给它 那不就好了 那零可以这样子 一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把零复制贴上 改个一 改个一 改个 这这这这过去 一样把这程式拉过来 这边补个一就好了 一样把里面的东西抓回来 补个一上去 OK 然后一二三四五 一直到最后 颈啊 这些都有 米也是一样 OK 所以分别做完了 最后可能 就是当我清除它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呢 它按下清除 它可以只清除一个字 而不是清除所有的字 所以我必须先怎么样 先把所有的字 就是目前贴上的字 在清除的时候 先检查一下 诶 它的长度是不是超过五个字 如果超过五个字的话 才能清除 如果它等于五个字的话 那不能清除了 因为电话号码冒号 五个字你再清 那就会变成 把原来的讯息给删掉了 所以第一个要先做逻辑判断 如果它的字串长度 是大于五的情况下 才去做什么 诶 把最后一个清掉 那最后一个字怎么清掉 这个地方的话 诶 哪一个清除字串的方法 它可以切字串 前面好像我们有用过蛮多个啦 不过其中 从网络上抓资料 诶 你要 有用到两个 index of 查位置 不过我们这里好像不需要查位置吧 后面还有个什么 substreet 有没有 其实用substreet就可以了 substreet你告诉他说 从哪个字开始 从第0个字 就是从头 因为它是 index从0开始 再到最后一个字怎么样 减掉一个不就好了 总长度减一个就好了 那就是最后一个字删掉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要把刚刚的程式 实作出来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这个地方了 假设我打一个 123 那清除的话是清除后面那个字 当再清除剩下五个字的话呢 就不要清除了 诶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程式给实作出 最后这个是be clear 一样 set on clear 这都一样 差别是说 把这个字抓回来之后 先判断一下 如果它的字串的长度 大于五的话 诶 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它才会去执行底下的动作 如果不是的话 那它就跳过 它就不会执行任何动作 有没有 这个大瓜糊在这里 跳过去了 那如果说它大于五 像刚刚我们这个 字数里面 大于五嘛 那你如果按一个清除 诶 清掉一个字 那特别是我们可以用哪一个 用一个substreet 这个是substreet 那substreet你告诉它说 从头 从头是从这个0的位置 因为它的所影值是从0开始 那一直减到哪里呢 减到总长度 那后面特别重要 它后面这个 它这个其实substreet有点麻烦 就是说 它前面的是指的是 从第几个index开始 可是后面呢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它到哪一个字 的位置 所以 我觉得它两边好像没有统一 前面指的是index 它的位置 后面指的是哪个字的位置 所以因为这个从0开始 不过这个是指的是 位置是哪一个 所以是 把总长度 总共有这么多字 再扣掉一个 减一嘛 所以它最后切回来之后 就会是切出这样子 然后把它带回来 OK 所以基本上 我把它按下它 它就会帮我扣掉一个字 扣掉一个字 但是再扣就不能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再来就是 再来就5了 所以清除是没有作用的 OK 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 我好像在云端上有做一些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 好像 我再看一下 好像就是字串怎么切 再来就是增加多国语系吧 所以多国语系部分的话呢 我有在云端上面 放了一些已经翻译的 里面包含就是说 这个是繁体中文 简体 英文 日文 韩文 其他部分我想各位自己再把它完成 多国语系 其实跟那个我们 前面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增加那个多国语系部分 大概类似这样 这样子 那这个画面 是我从那个 Eclipse里面截图 我讲过了 Eclipse里面 它比较方便一些些 因为它好像 new一个translation 它会自动帮你增加资料夹 都会自动增加 但是在Android Studio 没有办法增加 所以必须要自己复制 自己去记得那个里面的东西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今天的话 大概就两个范例 一个是 那个英里转公里的范例 那一个是那个 多按钮 多按钮的这个 Multi Button的这个范例 总共两题 那请各位回去 尽可能当然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 从头到尾 自己做过一遍 然后程式的部分 尽量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尽量不参考 就不参考 自己可以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如果你可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也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 你以后做App 应该会很有感觉 因为自己都可以 随着这个步骤 一个 step by step 所以基本上就是建立一个专案 在界面设计好 再来就程式加上去 做多国语系 四个流程 OK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继续再来看第四章 所以回去 如果你想要翻书了解 多一点的话 书里面也有一些介绍 不过我的教的内容 很多是书 跟书里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有我自己习惯的方法 那当然你可以看书里面的教法 书里面的教法 如果你可以习惯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也无妨 OK 那差不多时间 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再继续来看 那我也会把影片 再传给各位 回去 如果你有些细节 假如没有看得很透彻的话 回去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谢谢